我把dimension reduction分成两种 一种做的事情叫做化繁为减 它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种是做clustering 一种是做dimension reduction 所谓的化繁为减的意思是说 你现在有很多种不同的input 比如说你现在找一个function 然后它可以input看起来像竖的东西 所以output都是抽象的数 也就是把本来比较复杂的input 变成比较简单的output 那在做unsupervised learning的时候 你通常只会有function的其中一边 比如说我们要找一个function 它可以把所有的数都变成抽象的数 但是你所拥有的training data 就只有一大堆的image 一大堆的各种不同的image 你不知道它的output应该要是长什么样子 那另外一个方式 另外一个这个unsupervised learning 可以做的事情呢 是generation 也就是无中生有 它做的事情是这样 我们要找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呢 你随机给它一个input 比如给它一个random number 比如输入一个数字1 然后它就output这一颗数 输入数字2 就output另外一颗 输入数字3 就output另外一颗 你输入给它一个random number 它就自动的画一张图出来 输入不同的number给它 它画出来的图就不一样 那在这个task里面呢 我们要找的这个可以画图的function 你只有这个function的output 但是你没有这个function的input 你就只有一大堆的image 但是你不知道输入什么样的code 才可以得到这些image 那在这份头语片呢 我们先focus在dimension reduction这件事情上 而且我们只focus在linear的dimension reduction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clustering 什么是clustering呢 clustering就是说 这个太直觉了 其实也没什么好几 这个地方没有什么特别好讲 就是有一大堆的image 假设我们现在要做image的clustering 就有一大堆image 然后你就把它们分成了一类一类一类的 那之后呢 有人之后你就可以说 哦 这边所有的image都属于class 1 这边都属于class 2 这边都属于class 3 就给它们贴标签的意思 那这样你就把本来呢 有些不同的image 但是都用同一个class来表示 就可以做到画盘为简这件事情 那这边最critical的问题就是 到底应该要有几个class 那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这个就跟neural network要集成一样 是empirical的去决定 你需要几个class 3 那当然不然太多 比如说你多到说 这边有九张image 你就九个class 3 那你干脆就不要做class 3 那你干脆就不要做class 3 每张image就自己一个class 3 那这样有做跟没有做 意思是一样的 或者是你说 比如说我全部的image都class 3 我只有一个class 3 全部的image都放在很多class 3 那也是有做跟没有做一样 但是要怎么选择适当的class 3 这个你就要empirical的来决定它 那在class 3 方法里面呢 最常用的叫做 k-means 然后很快讲一下 k-means 是怎么做的 k-means就是这样 我们有一大堆的data 它们都是unlabeled 有一大堆的data x1一直到x'n 那这边每一个x 它可能就代表一张image 那我们要把它做成大k个class 3 怎么做呢 我们要先找这些cluster的center 那假如这边每一个object 都是用一个vector来表示的话 这边的这些center 也是一样长度的vector 那我们每一个class 3 都要先找一个center 那有大k个class 3 我们就需要C1到C 大k个center 那这些center 这个初始的center怎么来呢 你可以从你的training data里面 就随机的找大k个object出来 就是你的k个center 好 接下来呢 你要对所有在training data里面的 x都做以下的事情 都做什么事情呢 你决定说现在的每一个object 属于1到大k的哪一个cluster 那假设呢 现在你的object xn 跟某一个cluster的center 第1个class的center最接近的话 那xn就属于ci 那我们用一个binary的value b上标n下标i 来代表说n 这个object 第1个object 有没有属于第1个class 如果第2个object 属于第1个class的话 那这一个binary的value 就是1 反之呢就是0 接下来呢 你要update你的class 我怎么update你的class呢 那这个方法呢也是很直觉 你就把所有属于 假设你要update 第1个class的center 你就把所有属于第1个class的object呢 通通拿出来做平均 你就得到第1个class的center 然后呢 你要反复的做反复的做 那这边之所以你在做initialization的时候 你会想要直接从你的database里面去挑k个example 挑k个object出来做center的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假设你是纯粹随机的 你不是从dataphone里面去挑的 你很有可能在第一次assign这个object的时候 就没有任何example跟某一个class很像 你就有可能是有某一个class他没有任何example 你现在update的时候呢 你程式就会segmentation for 所以你最好就是从你的training data里面 选k个example 出来当作initialization 好 那classering有另外一个方法 叫做hierarchical agglomerative classering 那这个方法呢 是先建一个tree 假设你现在有5个example 你想要把它做cluster 那你先做一个tree structure 怎么建这个tree structure呢 你把这5个example呢 两两两两两去算它的相似度 然后挑最相似的那个pair出来 假设现在最相似的pair呢 是第一个和第二个example 那你就把第一个example和第二个example merge 比如把它们平均起来 得到一个新的vector 这个vector同时代表第一个和第二个example 好 接下来再算说 现在变成有4个example了 现在剩下只剩4笔data了 把这4笔data再两两去算它的相似度 然后发现说 第三笔和第四笔 有最后这两笔是最相 那你再把它们merge 起来 把它们平均起来 得到另外一笔data 那现在只剩3笔data 再去两两算它的similarity 那你发现说 黄色这一个和中间这个最相 那你就再把它们平均起来 那你发现最后呢 只剩红色跟绿色 那就之后把它平均起来 那就得到这个tree的root 你就根据这5笔data 它们之间的相似度呢 就建立出一个tree structure 好 接下来你要决定一个 这样你没有做class的人 只是建了一个tree structure 所以这tree structure 可以告诉我们说 哪些example呢 是比较像的 就是比较早分支代表比较不像 比如说 这三个跟这两个 一开始在root的地方 就分成两类 所以这三个和这两个 就比较不像 那接下来你要做class的人 怎么做呢 你要决定在这个树上 在这个tree structure上面 切一刀 比如说你决定切在这边 如果你切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那你就把你的5笔data 变成三个class的人 根据这一刀呢 这两个example是一个class的人 它自己一个class的人 这两个example呢 是一个class的人 那如果你这一刀切在这个地方 那你就变成这三笔是一个class的人 这三笔是一个class的人 这两笔一个class的人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 你如何决定你的class的数 那在kmeans里面 你要决定你那个大k的value 是多少 那有时候你觉得说 到底有多少class 我不容易想 那你可以换成hac 那好处就是 你现在不直接决定几个class 而是决定你要在树上切 切在这个树的structure的哪里 因为有的人会觉得说 这样子是 有时候你会觉得这样子 如果你觉得这样子 比较容易的话 那hac对你来说 就有一些benefit 但是光只做class的人 是非常卡的 在做class的人的时候 我们就是以偏概全 因为每一个object 都必须要属于某一个class的人 这个就好像是说 我们知道说 念能力有分成六大类 然后呢 每一个人呢 都会被assign成六个念能力里面的 其中一类 然后怎么决定它是哪一类呢 你就是做水见识这样子 你就是拿一杯水 然后看看它会有什么反应 然后就把它assign成某一类 那比如说 水满出来了 就是强化系 那所以小杰呢 就是属于强化系 那我们知道说 这样子把每一个人 都assign成念能力里面的 某一个系呢 是不够的 是太过粗糙不断的 比如说像比斯吉就有说 小杰其实是 是接近放出系的强化系念能力者 所以小杰呢 如果你只是说它是强化系的 其实是close掉很多information 你应该这样来表示小杰 你应该说它是强化系是0.7 然后放出系是0.25 那其实强化系跟变化系是比较接近的 所以有强化系 其实你也会有一部分的变化系的能力 所以也是0.05 像小杰可以用剪刀 那个是变化系的能力 你是把你手上所有的object 分别assign到它属于哪一个classer 这样是以天盖选量太粗了 你应该要用一个vector 来表示你的object 那这个vector里面的每一个dimension 就代表了某一种特质 某一种attribute 那这件事情呢 就叫做distributed representation 那如果你原来的object 是一个非常high dimensional的东西 比如说image 那你现在把它用它的attribute 把它用它的特质来描述 它就会从比较高维的空间 变成比较低维的空间 那这件事情呢 就叫做dimension reduction 那它们其实是一样的事情 只是有不同的称呼而已 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下 为什么dimension reduction 是可能是有用的 举例来说 假设你的data的分布 是长这个样子 在3D的空间里面 你现在的data的分布 是长这个螺旋的样子 但是用3D的空间 来描述这些data 其实是很浪费的 你从直觉上就会知道说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类似地盘卷起来的东西 把它摊开 摊平 就变成这样 所以你其实只需要 2D的 在2D的空间 就可以描述 这个3D的information 你根本不需要 把这个问题 放到3D来解 这样是把问题复杂化 你其实在2D就可以 做这个test 或者是我们举一个 比较具体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考虑 amist 在amist里面 每一个input的 一 digit 它是一个image 它都用28x28的dimension 来描述它 但是实际上 多数28x28的dimension 的vector 你把它转成一个image 看起来都不像是一个数字 你random sample 一个28x28的vector 转的image 看起来可能是这样 它其实根本就不像数字 所以在这个28x28的空间里面 4D的这个vector 其实是很少的 所以 它的这个 所以其实你要描述一个digit 或许你根本不需要用到28x28 你要描述一个digit 你要的dimension 可能是远比28x28 所以如果我们举一个很极端的例子 比如说这边 有一堆3 然后这堆3 如果你是从pixel来看待它的话 你要用28x28来描述每一张image 然而实际上 这些3呢 只需要用一个维度 就可以来表示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3其实就只是说 把原来的3放正 是中间这张image 右转10度就变成它 转20度就变它 左转10度变它 左转20度变它 所以你唯一需要记录的事情之后 今天这张image 它是左转多少度 右转多少度 你就可以知道说 它在28维的空间里面 应该长什么样子 你只需要抓住这个重点 你只要抓住这个角度的变化 你就可以知道28维空间中的变化 所以你只需要用一维就可以描述这些image 所以这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这个是凡庸的虎子 这个就是它的头 这样子 好 那怎么做dimension reduction呢 在做dimension reduction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找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的input 是一个vector x 它的output 是另外一个vector z 但是因为是dimension reduction 所以你output的这个vector z 它的这个dimension 要比input的这个x还要小 这样你才是做dimension reduction 在做dimension reduction里面 最简单的方法呢 是feature selection 这个方法就没有什么好讲 这个方法是这样 就是我们现在 如果你把你的data的分布拿出来看一下 本来在二维的平面上 但是其实你发现 都集中在x2这个dimension而已 所以x1这个dimension 没什么用 把它拿掉 就只有x2这个dimension 你就等于是做到dimension reduction这件事了 那这个方法不见得总是有用 因为有很多时候是 你的case是 你任何一个dimension都 其实都不能拿掉 都不能拿掉 那另外一个方法呢 另外一个常见的方法叫做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叫做这个PCA 这个PCA怎么做呢 这个PCA做的事情是这样 它说 这个function呢 是一个很简单的linear function 这个input x啊 跟这个output z之间的关系啊 就是一个linear的transform 也就是你把这个x乘上一个matrix w 你就得到它的output z 那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根据一大堆的x 我们现在不知道z长什么样子 我们只有一大堆的x 根据一大堆的x 我们要把这个w呢 找出来 那如果你要知道比较细节的东西的话呢 你可以看一下b sharp的第十二章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PCA 我刚才讲过PCA要做的事情 就是找这个w 那这个w怎么找呢 假设我们现在考虑一个比较简单的case 我们考虑一个one dimensional的case 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假设 我们只要把我们data project到一维的空间上 也就是我们z呢 它只是一个一维的vector 所谓一维的vector 其实就是一个scalar z是一个scalar 或者是说我们可以这样写 就是这个 如果我们z这边只是一个scalar的话 那我们w呢 其实就是一个rho 对不对 只只有一个rho而已 那我们就用w1呢 来表示w的第一个rho 那我们把x跟w的第一个rho w1做inner father 我们就得到一个scalarz1 接下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 我们要找的这个w1 应该要长什么样子 那首先呢 我们先假设这个w1的长度呢 是1 w1的qn是1 这个假设是有必要 等一下你会看得更清楚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假设 如果w1的qn是1的话 那w1跟x做inner quad 得到的z1意味着什么呢 它意味着说 就是说我们现在呢 x是高维空间中的一个点 w1是高维空间中的一个vector 那所谓的z1就是x呢 在w1上面的投影 它这个投影的这个值呢 就是w1跟x的inner quad 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就是大阴线带里面交过的东西 那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 把一堆x 又透过w1把它投影变成z1 我们就得到一堆z1 每一个x都变成一个z1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这个w1应该长什么样子 我们该选哪一个w1呢 举例来说 假设这个是x的分布 这个x的分布是什么呢 它是横坐标 这个每一个点呢 代表了一只宝可梦 它的横坐标是攻击力 它的重坐标呢 是防御力 OK 那今天如果我要选 我要把这个二维的 这边这个x呢 都是二维的 我要把这个二维 投影到一维 我应该要选什么样的w1呢 我可以选这样的w1 我可以选w1指向这个方向 我也可以选w1指向这个方向 我选不同的方向 我最后得到的结果 得到projection的结果 它会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会想要呢 那你总是要给我们一个目标 我们才知道要选什么样的w1 那现在的目标是这样 我们希望呢 选一个w1 它经过projection以后 得到的这些z1的分布呢 是越大越好 也就是说我们不希望说 透过这个projection以后 所有的点呢 通通挤在一起 就变成 把本来这个 这个data point 和data point之间的奇异度呢 拿掉了 我们是希望说 经过这个projection以后 不同的data point 它们之间的区别 我们仍然是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我们希望 找一个projection的方向 它可以让projection后的variance 越大越好 那如果我们看这个例子的话 你就会觉得说 如果是选这个方向的话 经过projection以后 你的点呢可能是分布在这个地方 大概分布在这个range 那如果是projection在这个方向的话 那你点的分布可能是这个range 所以如果projection在这个方向上的话 你会有比较大的variance 那在这个方向上的话 你会有比较小的variance 所以你要选w1的时候 你可能w1的方向呢 会指向这个方向 指向这个方向 那其实这个w1代表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从这个图上 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w1 其实是代表了这个 宝可梦的强度啦 因为宝可梦有一个 可能有一个隐藏的factor 就代表它的强度 而这个隐藏的factor 同时影响了它的这个 防御力跟攻击力 所以防御力跟攻击力呢 是会同时上升的 同时上升 那如果我们要用equation 来表示它的话 你就会说 我们现在要去maximize 的对象 是z1的variance z1的variance 就是submission over 所有的z1 然后z1-z1bar的平方 z1bar就是 所有z1的平均 所有z1的平均 好 那这样子 假设你 我们等一下再讲怎么做 我们等一下再讲怎么做 假设你知道怎么做 你解一解 你找到一个w1 你就可以让z1最大 那你就找到这个w1的结束 再来呢 但是你可能不要只投影到一维 你想要投影到更多维 比如说你想要投影到一个 二维的平面 所以 那如果你想要投影到二维的平面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把x 跟另外一个w2呢 做inner product 得到z1 这个z1跟z2 串起来就得到这边的z 这个w1跟w2的transpose 排起来就是w的第一个raw跟第二个raw 好 那这个z2 我们要怎么找这个w2呢 跟刚才找z1一样 我们希望首先w2它的tue弄是1 然后接下来的z2它的分布呢 也是越大越好 也是越大越好 但是如果你只是要让z2的variance 越大越好 那你找出来不就是w1吗 w1刚才已经找过了 对不对 所以你就等于什么事都没有做 所以 你要再加一个constraint 这个constraint是 我们刚才已经找过w1 这个w2呢 要跟w1是垂直的 或者是w1跟w2呢 是osobinal w1跟w2它们做inner product 等于0 好 再找w2再找w3 就看你要project到几维 然后project到几维是你要自己决定的 这个就跟那种要几个cluster 要几个heathlet 也是自己决定的 你要project到大k维 那你就找w1w2到w大k 那就把你所找出来的w1w2到w大k 排起来当做大w的raw 放在这边就结束了 那这边有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找出来的大w 它会是一个orthogonal的matrix 为什么呢 如果你看它的raw的话 它的w1跟w2是orthogonal的 然后w1的2n跟w1的2n都是1 所以它的raw是n是1 而且互相之间是orthogonal 所以它是一个orthogonal的matrix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怎么找w1跟w2呢 怎么解这个问题呢 怎么解这个问题呢 这边其实有一个 这边这个解法呢 其实是蛮容易的 这个怎么解呢 怎么解呢 你其实要用那个 Lagrange multiplier 这边有个Warning of Map 如果你没有听懂的话 就算了 这个可以直接 这个都直接抠套件 这请抠套件就有 而且就算是你不会下面这套东西的话 你其实可以用gradient descent的方法 这个PCA 好 这个PCA可以把它看成像是一个neural network 一样 但我们现在很快讲一下 Lagrange multiplier的方法 这个很经典的方法 它是怎么做的呢 它这样子 我们说Z1等于w1跟x的inner划达 那Z1的平均值呢 是submentioned oversold的Z1 也就是submentioned oversold的w1跟x的inner划达 W1 这边是submentioned oversold data point 跟w1无关 所以可以把w1提出来 变成先submentioned oversold的x再跟w1做inner划达 得到w1跟x的平均inner划达 接下来 我们说我们要maximize的对象 是Z1的variance 那Z1的variance 我们可以写成Z1 写它的平均值的平方在submentioned oversold的Z1 我们先把这一项整理一下 这一项整理一下变成什么样子呢 Z1是w1跟x的inner划达 Z1 bar是w1跟x bar的inner划达 然后再取平方 那都有w1 所以可以把w1提出来 变成submentioned overw1乘以x-x bar的inner划达的平方 那这个平方 你可以把它做一下转换 转换 怎么转换呢 w1是一个vector x-x bar是另外一个vector 两个vector 比如说w1就是a x-x bar就是b a跟b的inner划达的平方 可以写成 a的transpose乘以b的平方 可以写成 a的transpose乘以b 再乘上a的transpose乘以b 然后这一项呢 其实可以写成 a的transpose乘以b 然后乘上呢 a的transpose乘以b 然后再transpose 为什么这边可以直接加一个transpose呢 因为a transposeb是一个scaler 所以再transpose 还是它自己 好 那transpose以后 a transposeb的transpose 就是把它们顺序对调 再加上transpose 所以变成a transposeb b transposea 然后把a带回w1b带回x-x bar 你就得到这样一个式子 w1的transpose乘上x-x bar x-x bar的transpose 再乘上w1 接下来呢 你这边是subvention over所有的data subvention over所有data 所以跟w1 跟w5 所以把w1的transpose拿出去 把w1拿出去 注意一下这边subvention 是subvention over 所以w1 这个s-x bar 乘以x-x bar 乘以x-x bar 的transpose 所以w1被拿出去了 那x-x bar 乘以x-x bar 乘以x-x bar 乘以x-x bar 的transpose 想mention over所有data point 是什么呢 它是x的covariance 对不对 它是x的covariance matrix 所以这一项 其实就是w1的transpose 乘以x的covariance matrix 乘上w1 我们用x 来描述x的covariance matrix 所以现在呢,我们要解的问题是这样,找一个W1,它可以maximize W1的transport,乘上一个matric S,再乘上W1,但这个optimization对象是有constraint,如果没有constraint的话,这个问题它会有无聊的solution,你就把W1变,它每一个值都是无穷大,就结束了这样子,所以你要有constraint,它的constraint是说,这个, 这个W1的tube norm要等于1,好,那有了这些以后呢,我们就要解这一个optimization的problem了,那这边这个s啊,s是covarian matrix,s的covarian matrix,它是symmetric的,而且因为它是covarian matrix的关系,它又是这个半正定,它是positive semi-demonate,也就是说,它所有的 eigenvalue都是nonactive的,如果你对这件事有困过的话,你就回去翻译一下现代的, 课本,你其实可以在我的那个个人网页上,找到那个现代的教学,就在那个,就在这个machine learning的网页下面,好,那我们就先讲结论,就讲结论,就假设你不想听中间的过程的话,结论就是,这个programming的problem,这个problem,它的solution就是,W1是covarian matrix的 一个 eigenvector,它不只是一个 eigenvector,它是对应到最大的 eigenvalue,让达1的那一个 eigenvector,那这个就是结论,那中间的过程是怎么样呢,中间的过程是,首先我们要用largrange multiply,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有困惑的话,这不是我们这一堂课应该讲的,就看一下 B sharp的appendix,好,在做largrange multiply,你就列一个式子,这个式子涨掉,这个式子涨掉,它是先把这一项,拿到这边,再减掉alpha呢,乘上这个contract,这个contract,然后接下来呢,你把这个g,对所有的w,做偏微分, 那w里面有,w是一个vector嘛,对不对,w是一个vector,它里面有很多个element,所以你把这个function,对w的第一个element做偏微分,对第二个element做偏微分,然后令这些式子,通通等于0,然后整理一下以后呢,你会得到一个式子,这个式子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这个式子告诉我们说,这个,呃,呃,呃,这边的这个,这个solution啊,这个solution啊,它会满足下面这个式子, 就是s乘上w1,减α乘上w1的一定,再整理一下,变成这样,好,那这个,呃,w1呢,是,就是如果你写成这样,就s乘上w1,等于α乘上w1的话,那w1就是一个eigenvector,w1就是s的eigenvector,因为w1乘上s,等于s,等于自己乘上的一个scaler,所以w1是s的eigenvector, 好,那,但是现在s的eigenvector有一大把,有很多,而且你可以找到一大把eigenvector,它的none都是e,它的none都是e,所以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看哪一个eigenvector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可以maximize这个w1的transpose乘上s乘上w1,谁可以maximize它呢?我们把这个整理一下,把它整理一下, 把w1的transpose乘上s乘上w1,整理一下,它变成,呃,这个s乘上w1啊,就是α乘上w1,所以这一下就变成α乘上w1的transpose乘上w1,然后呢,w1的transpose乘上w1,这个是e,所以这边呢,就得到个,得到个α,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找,那谁可以,谁可以让这个α最大呢? 像这个值得以α的话,谁可以让α最大呢?就是w1是对应到最大的eigenvalue的那个eigenvector的时候,它可以让α最大,这个α就是最大的eigenvalue,让达1。如果你没有听懂的话,你就记得这个结论就好。好,那第二个,如果我们要找w2的话,我们要解什么样的式子呢?我们如果要找w2的话,我们要解的是这样子的一个equation, 我们要解说,我们要maximize这个w,这个我们要maximize根据w2投影以后的variance,这个写成这样,w2的transpose乘上s乘上w2,同时,w2要满足none等一,同时,w2跟w1的这个,呃, 那这个结论是什么呢?你解完这个问题,你会得到什么呢?你会得到说,w2也是covariance matrixs的一个eigenvector,然后呢,它对应到这个第二大的eigenvalue,α2。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要用la grunge multiplier来解它,这个解法就是,你先写一个function区,这个function区里面包括了你要maximize的对象,还有你的两个content,你的两个content,然后分别要乘上α跟β。 接下来呢,你对你所有的参数做偏微分,你对你的w里面的w2里面的每个参数都做偏微分,你对w2的第一个element,w2的第二个element,以此类类的都做偏微分。做完以后,你得到这个四值。 你得到这个四值。s乘以w2减α乘上w2减β乘上w1等于0。接下来,左边同层w1的transpose,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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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1的transpose会发生什么事呢?乘w1的transpose以后,w1的transpose乘w1等于1。这边w1的transpose乘w2等于0。 好,这边w1的transpose乘w1等于0。因为这一项啊,它是一个scaler,这是一个vector,这是一个matrix,这是一个vector,所以乘完以后是一个scaler,scaler在做transpose还是它自己,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它transpose,结果是一样。做完transpose以后,你得到w2的transpose乘s的transpose乘w1,因为s是symmetric的,所以它做transpose还是它自己。 所以这一项,stranspose变成它自己,随便这样。然后接下来,我们已经知道w1是s的eigenvector,而且它对应到最大的eigenvalue,浪达1,所以s乘w1等于浪达1w1,所以s乘w1等于浪达1w1,然后w1乘w2的transpose又等于0。所以这一项,第一项也是0。所以从这边我们得到什么结论呢?我们得到的结论是β等于0。 然后结论是β等于0。如果是β等于0的话,这一项就会被拿掉。所以剩下的就是s乘w2-αw2等于0。 然后它会告诉我们,s乘w2等于0。所以你知道w2是一个eigenvector,但是它是哪一个eigenvector呢?如果你选它是,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都知道说这一项等于eigenvalue的值,等于eigenvalue的值。但是你不能够选eigenvalue最大的eigenvector。 因为它跟w1不是aigenvalue的,但是你可以选第二大的,凭什么选第二大的就跟第一大的是aigenvalue的呢?你就去查一下你的现代课本。因为s是symmetry的,所以你可以这么做。 好,那我们今天就把map的部分讲完。这个地方说,在end of warning之前剩下最后一页部分。这一页投影片要说什么呢?这一页投影片要这样说的。说z等于w乘上s。 这个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啊,就是z的covariance呢,会是一个diagonal的matrix。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做PCA,你原来的data的distribution可能是这个样子。做完DCA以后,你会做decorrelation,你会让你的不同的dimension间的covariance置理。 也就是说,如果你算z这个vector covariance matrix的话,会发现它是diagonal。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这样做有时候会有帮助的。假设呢,你现在的这个PCA所得到的新的feature,你这个z呢,是一种新的feature。这个新的feature是要给其他的model用的。而你的model假设,比如说是一个generative model。 那你用gaussian来描述某一个class的distribution。而你在做这个gaussian的假设的时候,你假设说你的input data就是这个,它的covariance就是diagonal。 你假设不同的dimension之间,没有correlation。这样子可以减少你的参数量。也就是你做PCA的时候,接下来的model就可以,你把你原来的input data做PCA以后,再丢给其他的model的时候。 其他的model就可以假设现在的input data。它是dimension之间没有correlation。所以它就可以用比较简单的model来处理你的input data。这样可以避免overfitting的情形。 这件事情怎么说明呢?这个也是很trivial。 z的covariant就是z-z的平均,再乘上z-z的平均的transpose。那这一项啊,你仔细想想看。你把它展开。它是w乘上s乘上w的transpose。s是x的covariance。 然后呢,你就把它展开。这个w的,我这边有没有写错。没有写错。OK。 这个w的transpose,它的第一个colour就是w1,一直到dk的colour是wk。我把s乘进去,我把s乘进去,变成这个样子。我把s乘进去以后呢,这个sw1啊,sw1是什么呢?w1是s的 eigenvector。 所以w1乘是x等于让达1乘w1。wk乘s等于让达k乘wk。这个w是 eigenvector,然后让达呢,是 eigenvalue。然后我们再把w乘进去。 把w乘进去,把w乘进去。w乘w1会是什么呢?w乘w1会是什么呢?w乘w1会是什么呢? 然后,w乘w1是一个orthogonal的matrix。所以w乘w1会等于1万。1万就是一个vector,它第一位是1,其他都是0。w乘wk会等于1k,1k就是dk为是1,其他都是0。 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diagonal的matrix。然后,弯平的部分就讲完了。 那这个部分或许你觉得没有太容易理解。那我们下次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pca,你可能就会更清楚说pca是在做什么。 今天就会先讲到这边,谢谢。 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来上课吧。 好,那我们上次讲到pca,然后pca有一个很冗长的证明。 然后说pca呢,我们每次找出来的w呢,第一次找出来的w1是这个covariance matrix对应到最大的iconvalue的iconvector。 然后第二个找出来的w2呢,就是对应到第二大的iconvalue的那个iconvector,以此类推等等。 然后有一个很长的证明告诉你说,这么做的话,我们每次投影的时候都可以让variance最大。 那假如以下这些东西你听不懂的话呢,就算了。 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可能是比较直观的说明。 另外一个比较直观的pca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假设我们现在考虑的是手写的数字。 那我们知道说这些数字其实是由一些basic的component所组成的。 这些basiccomponent可能就是代表笔画。 举例来说,人手写的数字可能是由这些basiccomponent所组成的。 有斜的直线,横的直线,比较长的直线,然后还有小圈,大圈等等所组成的。 这些basiccomponent把它加起来以后就可以得到一个数字。 那这些basiccomponent我们这边写作u1,u2,u3等等。 那这些basiccomponent其实就是一个一个的vector。 假设我们现在考虑的是anist的话,anist的一张image是28乘28的pixel,也就是28乘28维的一个vector。 那这些component其实也就是28乘28维的vector。 那把这些vector加起来以后,你所得到的那个vector, 把这些component所代表的vector加起来以后,你所得到的vector就代表了一个digit。 或者如果我们把它写成formulation的话,写起来像是这个样子。 x呢,代表了这个某一张image里面的pixel。 某一个image可以用个vector来表示它,这个vector这边写作x。 那这个x呢,会等于u1这个component乘上c1,加上u2这个component乘上c2,一直加到u大k这个component乘上c大k。 假设我们现在总共有大k个component的话,然后再加上这个x bar。 x bar是所有的image的平均是x bar。 所以每张image就是有一堆component的linear combination,然后再加上它的平均所组成的。 而举例来说呢,我们说7是这个component,这个component和这个component加起来以后的结果。 所以呢,对7来说,假设这个7就是x的话,c1就是1,c2就是0,c3就是1,以此类推。 那你可以用c1,c2到c大k来表示一张image。 假设你这个component的数目是远比pixel的数目少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些component的weight来描述一张image。 那如果component的数目比image的pixel数目少的话,那这个描述是会比较有效的。 举例来说呢,7是一倍的u1,一倍的u3加一倍的u5所组合成的。 所以7呢,你就可以说它是一个vector,它第一为第三为和第五为是1。 好,那我们现在知道说,我们现在知道说,x等于一堆component的linear combination,再加上平均。 我们现在把平均移到左边,所以x呢,减掉所有image的平均等于一堆component的linear combination。 那我们说,这些linear combination的结果呢,我们写作x hat。 那现在假设我们不知道这些component是什么,我们不知道u1到u大k的这些, 这大k的vector,它们长什么样子。 那我们要怎么找这大k的vector出来呢?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去找这大k的vector,使得呢,x hat跟x-x bar呢,越接近越好。 那它们中间的差呢,没有办法用这个component来描述的部分呢,叫做reconstruction arrow。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找大k的component,其实就是大k的vector,它可以minimize这个reconstruction arrow。 那这个reconstruction arrow,如果你要把formulation写出来的话呢,就是我有一个reconstruction arrow写成lo, 让我们呢,要找大k的vector去minimize它,要minimize的对象呢,就是x-x bar, x-x bar,减掉呢,下面这一下是x hat,减掉x hat的two note, 然后x hat呢,是一堆component的linear combination。 那我们先来回忆一下PCA。 在PCA没有我们讲说呢,我们要找一个matrix w。 那我们原来的vector x呢,乘上matrix w以后,就得到呢,这个dimension reduction以后的结果z。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w的每一个row写出来,就是w1w2到w大k, 然后x乘上w1的transpose得到z1,x乘上w2的transpose得到z2,以此类推。 那么我说w1w2到w大k,都是covariance matrix的这个 eigenvector。 那事实上呢,如果你要解这个式子,找出u1u2到u大k, 这个w1w大k,就是你用PCA找出来的这个解,其实就是可以让上面这一个式子呢,最小化的。 就可以让这个arrow,这个reconstruction,arrow最小的u1到u大k。 那这个在bchart里面呢,是有proof的。那我这边讲的跟bchart有点不一样, 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说明给大家听。 这个,我们现在呢,在database里面有一大堆的x,有一大堆的x。 那现在假设有一个x1,这个x1减掉平均x bar,等于u1乘上component的weight,c上标1下标1。 这边c上标1下标1的意思是说,c下标1代表说它是u1的weight,上标1代表说它是x1的u1这个component的weight。 我想这个大家应该知道我的意思。 好,那所以x1减x bar呢,就等于c1乘u1加c2乘u2。 那x1减x bar呢,它是一个vector,ok。 那我们把这个vector拿出来,把这个vector拿出来。 那这个u1,u2到u大k呢,它们是一排vector。 那我们就把它排起来,排起来。 其实它排起来就是一个matrix,ok。 它的这个column的数目呢,是大k个column。 那前面c1跟c1,c2呢,他们就是我们把这个c1,c2啊, 这边有个错误的动画。 我们把这个c1,c2呢,把它排成一排,排成一排在这边。 那你现在把这个c1乘上它,把这个c2乘上它,就会得到这个vector。 也就是说,你把这一个vector,你把这些component的weight排成一排,它这个是一个vector。 这个vector乘以这个matrix,就会得到这个vector。 那当我们这个dataset里面不是只有一笔data,我们还要很多。 这边有个x2,那x2间,x bar,它就是另外一个黄色的vector。 那u1,u2呢,就在这边。 那c1,c2,第二个component的c1,c2。 而第二个component的c1,c2,跟第一个component的c1,c2,它们是不一样的。 它们纸不一样,它们notation这边是不一样的。 我们把这个值摆在这边。 那你把这个vector乘上这个matrix,就会得到这个vector。 以此类推,以此类推。 你把这个vector,第三个,以x3的component的weight乘上component,就会得到这个vector。 那如果我们把所有的data都用这个式子来表示,都把它画在下面的话。 那这边呢,我们就得到一个matrix。 那这个matrix的横轴呢,它的这个colon的数目呢,就是你的data的数目。 你有一万比data,这个横轴就是一万。 那我们呢,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用这一个matrix,去乘上这一个matrix。 这两个都是matrix。 把这个matrix乘上这个matrix,那希望它越接近这个matrix越好。 所以你要minimize这两个相乘以后得到的matrix,跟左边这个matrix之间的差距。 你要minimize这个reconstruction error。 那怎么解这个问题呢? 假如你有修过大一线带的话,你就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解的。 那以下是我教线带的时候的投入片,放在这边给大家参考。 那这个在线带里面是怎么说的呢? 每一个matrix x啊,每一个matrix x啊,就这边这个matrix x啊,你可以用svd把它拆成一个matrix u乘上一个matrix sigma乘上一个matrix v。 ok,那这个u呢,是m by k为,这个sigma是k by k为,这个v呢,是k by n为。 这个kr它就是这个component的数目。 所以我们把这个x呢,可以分解成u sigma跟v,这个u就是这个。 那这个sigma乘上v就是这个。 那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用svd的方法呢,把x拆成这三个matrix相乘。 那右边这三个matrix相乘的结果,跟左边这个matrix它们之间的这个frobenius的那个norm呢,是会被minimize的。 也就是说,用svd提供给我们的一个matrix的拆解方法,你拆出来的这三个matrix相乘,它跟左边这个matrix是最接近的。 那解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如果你还记得的话,解出来的结果是这样子的。 这个u这个matrix它的k个colon啊,其实就是一组of-normal的vector。 而这组of-normal的vector,它们是x乘上x的transpose,它们是x乘上x的transpose的这个 eigenvector。 而它们这边总共有k个vector,这边总共有k个of-normal的vector。 这k个of-normal的vector,它们就对应到x乘上x-transpose最大的k个 eigenvalue的 eigenvector。 这个大家听得懂吗?讲证大家有问题吗? 好,那你会发现说,这个x乘x-transpose是什么啊? 这个x乘x-transpose是什么? 这个x乘x-transpose不就是covariance matrix吗? 那我们说之前PCA找出来的那些w就是covariance matrix的 eigenvector。 而我们在这边要说,我们做svd,你解出来的u的每个colon就是covariance matrix的 eigenvector。 所以这个u这个解啊,其实就是PCA得出来的解。 对,所以我们知道说PCA现在在做的事情,你找出来的,你从根据PCA,你找出来的那些w,你找出来的那个dimension reduction的 transform, 其实呢,就是在minimize这个reconstruction error。 那dimension reduction的结果呢,你得到的其实就是这些vector,你得到的就是这些vector。 你在PCA里面你得到的那些w,其实就是component。 好,那如果大家知道这些的话呢,我们等一下会看说PCA跟neural network有什么样的关系。 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说呢,从用PCA找出来的w1到w大k,就是k个component,u1,u2到u大k。 那我们说呢,呃,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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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一个这个跟这个componentее combination的结果,叫做xhaid。 它是wk乘上 ck做reconformation的结果,那我们会希望说呢这个xhaid跟x做的话。 这个是X bar,X-X bar,它的平均是越小越好的,你想要minimize这个reconstruction error 那我们现在已经根据SVD找出来了这个W,W已经找出来了 那这个CK的值到底应该是多少呢? 这个CK是每一个example,如果是image recognition,就是每一个image都有一组自己的CK 所以你要找这个CK,就每个image各自找就好 那这个问题其实就是问说,我现在有一个大K为的vector 他们做span以后,得到一个space 那如果我现在要用C1到C大K,对它做linear combination 怎么样才能够最接近X-X bar呢? 因为现在这大K的vector,他们是ophenormal的 所以你要得到这个CK,其实很简单的 你只要把X-X bar跟WK做inner夸达,你得到的就是CK 你要找一组CK,minimize左边这个跟右边这个的arrow 你只需要把这个X-X bar跟WK做inner夸达就好了 这个性质是来自于说,这K个vector是ophenormal的 这个如果你有困惑的话,你可以回去check一下线性代数的课本 那现在,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些事情 OK,我们已经知道说,CK就是长的这个样子 那这一件事情,这个做linear combination的事情 其实你可以想成用neural network来表示它 什么意思呢? 假设我们的X-X bar就是一个vector 这边写作一个三维的vector 那我们假设现在K只有两个component K等于2 那我们先算出C1跟C2 怎么算C1呢? C1就是X-X bar跟W1的inner product 所谓的inner product就是element wise的相乘 你就是把X-X bar的每一个component乘上W1的每一个component 接下来呢,你就得到C1 这件事情就好像是说,这个是neural network的input 这是一个neural,这是neural的weight 这个neural它是linear的neural 它是linear的,它没有excavation function 它是linear的 那这个neural,你把这个东西input乘上这个weight 你就得到C1 那C2也是一样 OK,C2 OK,我们这边 好,这边是这样子 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把C1呢 我这边犯了一个错耶 这个应该是下标 这个应该是下标 如果要统一起来的话 这个K呢,应该是下标 好,那我们把这个C1要乘上W1 所谓的C1乘上W1是什么意思呢? 你就把C1乘上W1得到 把C1乘上W1的第一位得到一个value 乘上W1的第二位得到一个value 乘上W1第三位得到一个value 所以这一项呢,就是C1乘上W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算一下C2 C2一样就是这个input乘上 跟这个W2做inner part 得到呢,C2 然后呢,再把这个C2呢 乘上W2的三个element 三个element 这跟原来W1这边乘的三个element加起来 就得到最后的output 这一项呢,就是x hat 这一项就是x hat 那接下来我们training的quiteria呢 就是minimize 我们要让这个x hat跟x-x bar呢 越接近越好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这个neural network的output 跟x呢,减x bar呢 越接近越好 我们把这个,这是我们的input x-x bar 它乘上一组weight 那在hidden layer的output c1 c2 再乘上另外一组weight 得到x hat 那我们希望这个x-x bar呢 越接近越好 那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PCA呢 可以表示成一个neural network 它可以表示成一个neural network 然后这个neural network 它只有一个hidden layer 然后这个hidden layer 是linear的activation function 那这个,然后呢 我们现在train这个neural network的quiteria 是要让input一个东西 得到output 然后结果这个output 要跟input越接近越好 这个output要跟input越接近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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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呢 就叫做autoencoder 那这边你就会 这边呢 我们就有一个问题 这边就有一个问题 假设我们现在这个weight 不是用PCA的方法 也就不是用找那个什么 eigenvector的方法 去找出这些w1w2w.k 而是都一个neural network 直接用我们要minimize arrow 这个quiteria 然后用这个gradient descent 去train一发的话 那你觉得你得到的结果 会跟用PCA解采的结果 一样吗 好了,我给大家一秒钟的时间想想 那你觉得会一样的同学举手 有些同学觉得会一样 好,手放下来 你觉得会不一样的同学举手 又有些同学觉得会不一样 觉得不一样稍微弄一点 其实是会不一样的 你仔细想想看 PCA解采的这些w 它们是ophenomal的 它们是ophenomal的 它们是垂直的 那你今天如果你用neural network 你就多一个这样的neural network 应认一发 你得到结果 你没有办法保证weight是垂直的 你会得到一个solution 但是你没有办法保证说 这组weight 这个w1跟w2是垂直的 你得到的是另外一组结 让大家了解我的意思 那我们在前面的SVT的证明里面已经说 PCA找出来的这一组结 w1到wk 它可以让我们的reconstruction error 被minimize 那你用这个neural network的方法 去用radient design硬解一发 你其实也不可能找出来 你不可能让你的reconstruction error 比PCA找出来的reconstruction error 还要小 那所以 如果是在第一年的情况下 或许你就会想要用 直接用PCA来找 这个w是比较快的 你用neural network 或许是比较麻烦 但是呢 用neural network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是deep 这边为什么只可以有一个hidden layer呢 它的一个hidden layer 就要改成很多个hidden layer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讲的 下一堂课会讲的 这个deep autoencoder 好 那PCA其实有一些很明显的弱点 一个就是因为它是onsupervised 它是onsupervised 所以今天假如给它一大堆点 没有label 那对PCA来说 它 假设你只要把它project到一围上 PCA会找一个可以让data variance最大的那个dimension 比如说在这个case里面 或许它就把它project到这一围上 把每一个绿色的点都project到这一围上 但是 有一个可能是 或许 其实这两组data point 它们分别代表了 两个class 代表两个class 如果你用PCA这个方法 来做dimension reduction的话 你就会使得 这两个蓝色跟橙色的class 被merge在一起 它们在PCA找出来的single dimension上 完全被混在一起 就无法分别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你可能会需要引入labeldata 那LDA呢 是考虑labeldata的一个降维的方法 不过它是supervisor 所以这边就不是我们要讲的对象 这个LDA是lineardiscriminate analysis的缩写 那另外一个PCA的弱点就是 它是linear的 我们刚才在一开始举例子的时候 我们会说 这边有一个s型的manifor 这边有一堆点它的分布像是一个s型的 那我们期待说做dimension reduction以后 可以把这个s型的曲面把它拉直 但这件事情对PCA来说是做不到的 你要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强人所难 因为你要把这个s型的曲面拉直 只是一个nonlinear的transformation PCA做不到这件事情 如果你做PCA的话 你得到的结果 你会把这个s型的曲面做PCA 你得到的结果 就是这样 OK 你就是把它从蓝色这边 把它这样打扁 把它打扁 把它打扁 你会发现蓝色跟红色的点 就被压在一起 然后绿色的点在这边 你会把它打扁 而不是把它拉开 因为把它拉开这件事情 是PCA办不到的 那我们等一下会讲nonlinear的transformation 好 再来我们就把PCA用在一些实际的问题上 比如说我用它来分析宝可梦的data 这样 我们这一门课的例子 都是宝可梦的例子 那就宝可梦 我们都知道说 它总共有800种宝可梦 那其实有人说是721种 因为在800种里面 有一些是重复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就是了 反正就是假设有800种好了 那每一种宝可梦 你可以用六个feature 来表示它 分别是生命值 攻击力 防御力 特殊攻击力 和特殊防御力 还有它的速度 等等 所以它们就是 每一个宝可梦 就是一个六维的data point 就是一个六维的vector 那我们现在呢 一定要用PCA 来分析它 那这样PCA的时候 常常会有人问的 一个问题就是 我需要有多少个component 所以我到底要把它 project到一维 还是二维 还是三维 这个资讯量才足够呢 这dependent你想要做什么 假设你想要做begeolization 你想要做 你想要让 因为现在每个宝可梦都是六维 你没有办法了解 你这个宝可梦它们之间的特性 有什么样的关系 因为六维你没有办法看 所以你可能就想要把它 分析到二维 那就比较容易分析 那其实要用多少个principal component 就好像是neuron network 要有几个layer 每个layer要多少个hidden variable 要有几个neuron一样 所以这个是你要自己决定的 那一个常见的方法是这样 一个常见的方法是说 我们去计算每一个principal component的浪达 我们知道每一个principal component 就是一个eigenvector 然后那个eigenvector 都对应到一个eigenvalue 就是这边的浪达 那这个eigenvalue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eigenvalue代表说 我们用这个principal component 去做dimension reduction的时候 在这个principal component的dimension上 它的variance有多大 那个variance就是浪达 今天这个保肯公的data 总共有六维 所以它covariance matrix是六维 所以你可以找出六个eigenvector 你可以找出六个eigenvalue 那我们现在来计算一下 每个eigenvalue的ratio 每个eigenvalue的ratio 我们就把每个eigenvalue 除掉六个eigenvalue的总和 那你得到的结果呢 会是这个样子 就第一个eigenvalue 它占全部的eigenvalue的0.45 第二个是0.18 第三个是0.13 以此类推 所以看到这个结果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结果看出来说 这边是0.45 0.18 0.13 0.12 再是0.07 0.04 所以这个第五个principal component 和第六个principal component 它们的作用呢 其实是比较小的 你用这两个dimension 来做projection的时候 你project出来的那个variance 是很小的 代表说 现在宝可梦的这些特性 在这第五个和第六个principal component上 是没有太多的information的 那variance很小 所以它没有太多的information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分析 宝可梦的data的话 感觉只需要前面四个principal component 就好了 所以我们就实际来分析一下 实际来分析一下 那如果你做PCA以后 我们得到的四个principal component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每个principal component 就是一个vector 现在每一个宝可梦 它是用六维的vector 来描述它 所以每一个principal component 就是一个六维的vector 这四个principal component 就是四个六维的vector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每一个principal component 它在做的事情 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看第一个principal component 第一个principal component 它的每一个dimension 每一个dimension都是正的 每一个dimension都是正的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 这个东西其实就代表了 宝可梦的强度 知道吗 就是如果你要产生一只宝可梦的时候 每一个宝可梦都是由这四个vector 这四个vector做linear combination 就每一个宝可梦可以想成是 它的数值可以想成是这四个vector 做linear combination的结果 就是combine weight 每一只宝可梦是不一样 所以你如果在选 第一个principal component的时候 你给它的weight比较大 那这个宝可梦就是它的六维都是强的 那如果选的直小就是它的六维都是弱的 所以这第一个principal component 就代表了这一只宝可梦的强度 那第二个principal component是什么呢 第二个principal component它在防御力的地方是正值 它在速度的地方是负值 也就是说这个防御力跟速度是成反比的 你今天给第二个component一个weight的时候 你会增加那只宝可梦的防御力 但是会减低它的速度 所以宝可梦防御力提升的时候 它的速度会下降 那如果我们把第一个和第二个principal component把它画出来的话 你会发现是这个样子 这个图上有八百个点 然后每个点就对应到一只宝可梦 然后把它画到二维平面上 那这样我们很难知道每一只宝可梦是什么 所以我就做了一件发狂的 如果我们看第三、第四个component的话 那会发现说第三个component呢 它是这个special defense是正的 special defense是正的 然后呢攻击力跟HP呢是负的 也就是说呢 这是用特殊防御力来换取 就用这个攻击力跟HP呢 来换取特殊防御力的宝可梦 那最后一个呢 最后一个是它的HP是正的 然后呢攻击力和防御力是负的 也就是它是用攻击力和防御力 来换取生命力的宝可梦 那这些分别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把第三个和第四个principal component 花在图上的话 其实它们也是椭圆的形状 它们也是椭圆的形状 我们基本上考虑的是统计的结果 所以会有一些outlier 我统计的结果最后算出来呢 它是decorrelation的 其实呢 特殊防御力用攻击力和生命值换特殊防御力的 其实也是糊糊 它不只是一个防御力特别高的宝可梦 它也是一个特殊防御力特别高的宝可梦 第二名是冰柱机器人 然后如果我们看生命力的话 看第四个principal component 就是生命力特别强的 那这个其实跟我们的预期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是吉利蛋跟幸福蛋 对不对 好 所以你就可以用 所以今天至少我们回答到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最强的宝可梦其实是超梦 还有那三只神兽是特别强的 好那如果我们可以拿它来做其他test 比如说如果我们拿它来做 影像的这个数字 手写数字的辨识的话 那会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把每一张数字都拆成了component的weight乘上component 加上component的weight乘上另外一个component 但其实每一个component都是一张image 对不对 每一个component都是一个28乘28维的vector 所以你可以把它画在图上 把它变成一张image 好 那我们先把我们如果画前30个component的话 我们画PCA得到前三个component的话 你得到的结果其实是这个样子的 嗯 这个看起来 白色的地方代表有笔画的啦 这个是1 这个看起来有点像9 这个看起来是0 中间接一条线 这个看起来像是这样的勾勾等等 后面这个很复杂 看起来像玛雅文姿那么复杂 然后这些 这些啊 你用这些component做linear combination 你就可以得到所有的digit 就可以得到0到9 所以这些component就叫做eigen digit 这也叫eigen digit 就是说 eigen就是说这些component 其实都是covariance matrix的eigen vector 所以叫它eigen digit 用这些eigen digit做linear combination 你就可以得到各种不同的digit 那如果做人脸辨识的话 如果你做处理人脸的话 得到的结果大概是这样 这边呢 有一大堆的人脸 就是一大堆的人脸 然后呢 你就做 找它的principal component 你就找它的principal component 找前三十个principal component 你觉得发现找出来就是这样 每一个都是 都是那个哀怨的脸 这样子 它叫eye跟face 你看每一个都是一个脸 每一张都是一个脸 你把这些脸做linear combination 以后呢 你就可以得到所有的脸 那但是 这边 你有没有觉得有些地方 跟你预期的不太一样呢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结果 我觉得跟我预期的不太一样 是不是承受我buck 因为我们说PCA找出来的是component 对不对 我们把很多component linear combine以后 它会变成一个face 或变成一个digit 但我们现在找出来的不是component 我们找出来的每一个图 几乎都是完整的脸 几乎都是完整的脸 你刚才看前一个数字 你找出来每个i跟digit 它看起来都是玛雅文字 它不是component 不是一笔画这种东西 不是圈圈啊 一树啊 这种东西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如果你仔细想想看PCA的特性 你会发现说 会导致这个结果呢 是可能的 因为在PCA里面 你的这个weight 你的这个linear combination的weight 它可以是任何值 它可以是正的 也可以是负的 所以 当我们用这些principal component 组成一张image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些component相加 也可以把这些component相减 所以这会导致说 你找出来的component 不见得是一个图的 这个basic的东西 举例来说 假设我想要画一个9 那我可以先画一个8 然后再把下面的圈圈剪掉 然后再把一杠加上去 这样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 因为现在我们 我们不一定是把这些component加起来 我们可以把这些component相减 所以就变成说 你可以先画一个很复杂的图 然后再把多余的东西剪掉 这是为什么我们刚才会看到 一堆玛雅文字的关系 这些component其实 不见得是类似笔画这种东西 那如果你想要得到类似笔画的东西的话 怎么办呢 你要用另外一个技术叫做 non-negative matrix的factorization 那在non-negative matrix factorization里面呢 我们刚才讲说PCA 它可以看作是对matrix X 做SVD SVD就是一种matrix factorization的技术 就是一种矩阵分解的技术 它分解出来的两个matrix的值 可以是正的可以是负的 那现在如果你用NUF的话 我们没有打算要讲它的细节 等下列个reference给大家参考就好 但如果简单来说它的精神就是 如果我们现在用NUF的话 我们会强迫所有的component都是正的 而且首先我们会强迫所有component的weight都是正的 正的的好处就是 现在一张image必须由component叠加得到 而你不能说我先画一个图很复杂的东西 然后再把复杂的东西去掉一些部分 得到一个digit 那现在因为每一个weight都一定要正的 所以你只能相加 再来就是所有的component 它的每一个dimension也都必须要正的 如果你用NUF的话 你会让你的每一个dimension都是正的 如果你用PCA的话 你得到的dimension不见得每一位都是正的 你找出来的principle component里面 它会有一些负值 那你知道如果你现在要画一张image的话 其实负值你是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 如果我今天把负值都当做没有笔画就是零的话 你整张图看起来都黑漆漆 大部分的图都黑漆漆 就很怪 我前面那几张图的做法是 如果有负值又有正值 我会把它normalize 把它做一个平移 让负的也都变成正的 你看起来的图才会比较好看 那这个就有点麻烦 如果你用NNF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你找出来的component都是正的 所以那些component就很自然的会形成一张image 下面呢 这个是reference给大家参考 所以如果在同样的test上 比如在手写数字的test上 一样applyNNF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你找出来的那些principle component 它就会长这样 它就会清楚很多 也不然说这显然都是笔画 这个是重的 这个是零的两边 这个是斜的 一小点 一直线 一撇 一横线 一撇 你会发现 你找出来的每个东西 就都变成是笔画了 就变成是笔画 这跟我们本来想要找的东西 是比较像的 那如果你看脸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它长得是这个样子 它比较像是脸的一些部分 比如说 这个是人中的地方 这个是眉毛 这个是下巴 这个是嘴唇 这个也是嘴唇 等等 如果你今天是用NNF 来对 你对这个人脸的图片 做NNF 的话 你得到的结果 会比较像是 你期待要找的 像是component 一样的东西 好 那 接下来剩下时间 我们讲一下这个 matrix的factorization 那 matrix的factorization 是这样 有时候呢 你会有两种东西 你会有两种object 它们之间呢 是受到某种 共通的latent factor 去操控的 什么意思呢 假设我们现在做一下调查 调查每个人手上有 每个人有买的公仔的数目 然后ABCDE呢 代表五个人 我们调查一下 每个人手上有的公仔的数目 比如说调查 A有五个凉公村的公仔 B有四个 C有一个 D有一个 然后 这个是玉班美琴 A有三个 B有三个 C有一个 等等 这个是解释 解释知道吗 我想看它的原名到底是什么 它是小野士 OK 它是小野士 然后D有四个 E有五个 然后这个 这个是小微 这是平哲微 然后C有五个 C有四个 E有四个 那你会发现说呢 在这个matrix上面 每一个table里面的plug 并不是随机出现的 你会发现说 如果有买良工 有良工吹个公仔的人 就比较有可能有玉班美琴的公仔 有解释公仔的人 就比较有可能有小微的公仔 那是因为说 每一个人跟他的角色背后呢 是有一些共同的特性 有一些共同的factor呢 来操控这些事情发生的 Otakus 这个是玉宅族的意思 每一个玉宅族和每一个角色后面呢 是有一些共同的factor呢 在操控它们的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其实呢 这个动漫仔或许可以分成两种 有一种是蒙傲娇的 有一种是蒙天然呆的 然后每个人呢 其实就是在蒙傲娇和蒙天然呆的 这个平面上的一个点 所以如果比较偏 所以A呢 是比较偏蒙傲娇的 那每一个角色呢 它也是可能是蒙傲娇 它可能是有傲娇属性 或者是有天然呆的属性 所以每一个角色呢 也都是平面上的一个点 每一个角色你也都可以 用一个factor来描述它 如果某一个人蒙的属性 跟某一个角色 它本身所具有的属性是match的话 所谓的属性match是说 它们背后的这个vector 它们背后的这个vector很像 它们背后的这个vector 它们比如说inner product 的时候呢 只很大 那这一个人呢 就会买很多量工春日的公仔 这样子 所以这个 它们有没有match的这个degree呢 它们这个匹配的程度呢 就取决于它们背后的这个laten factor 是不是体配 所以可能ABC 它们背后的这个 它们蒙的角色呢 是大概这个样子 A是蒙傲娇的 B也是蒙傲娇的 但没有A那么强 然后C是蒙天然呆的 然后每一个动漫人物的角色后面呢 也都有傲娇和天然呆这两种属性 每一个角色都有它不同的属性 然后如果它们的属性 它们背后的属性是match的话 那这个人呢 就会买这个公仔 这个世界操控的逻辑是这个样子 但是这些factor 就一个人到底是蒙傲娇还是蒙天然呆 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直接被观察的 因为其实没有人在意一个阿宅他心里想什么这样子 所以这些事情是没有人知道的 那你也没有办法直接知道说每一个动漫人物它背后的属性呢是什么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直接观察到的 所以我们有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有的是这个动漫人物跟阿宅中间的关系 他们中间的关系 也就是他手上有的公仔的数目 他们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要凭着这个关系去推论出呢 每一个人呢 跟每一个动漫人物呢 他们背后的laten的factor 他们每个人背后呢 都有一个二维的vector 分别代表了他 就每一个这个 每一个这个阿宅背后呢 都有一个vector 代表了他蒙傲娇或者是蒙天然呆的程度 他都是用一个vector来表示 那每一个人物呢 他背后也都有个vector 代表呢 他的傲娇的属性 还有天然呆的属性 而我们知道的每一个阿宅 他手上有的这个公仔的数目呢 你就可以把它合起来呢 看作是一个matrix x 你就可以把它合起来呢 看作是一个matrix x 那这个matrix x呢 他的row的数目呢 就是otaku的数目 他的这个column的数目呢 就是动漫角色的数目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 是做一个假设 这个假设是这样子的 每一个这个matrix 里面的element 它都来自于 两个vector的 inner quarter 它都来自于 两个vector的内积 这个5呢 为什么 A会有五个良工村子的公仔呢 是因为 RA跟R1的inner quarter 很大 他们的inner quarter 发达是五 所以它就会卖 它就会有五个良工村子的公仔 如果RB跟R1 它的inner quarter 是四的话 那就会有 那B就会有四个良工村子的公仔 以此类推 这个世界运作的逻辑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件事情 如果你用数学士来表示它的话 你可以写成这样子 我们把RA到RE排成一排 把RA到RE排成一排 把R1到R4 把R1到R4 也当作是另外一个metric的role把它排起来 那这个K呢 是latent factor的数目 这个东西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就我们把人分成只有萌奥交和萌天然猜 这样是一个不精确的分析方式 如果我们有更多的data的话 我们应该可以更准确的知道说 应该有多少factor 但是实际上要有多少factor 这件事情你必须要试出来 就像principal component的数目 或者是neural network的乘数一样 这个是你要事先决定好的 我们现在就假设说 latent factor的数目 latent factor的数目就是K 所以这个RA到RE 你把它当作metric的role 这边就有N乘K 就是一个N乘K的metric 你把R1到R4当作column 那就是K乘N的metric 那你把这个N乘K的metric K乘N的metric乘起来 你就会得到一个 我写错了 这个应该是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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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个optaku 所以是有N的人 所以是有N的人 所以把这个N乘K乘K乘N 得到N乘N的metric 那它的每一个dimension分别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说最左上角这个dimension 最左上角这个dimension 如果你现代熟的话 它就是RA乘上R1 对不对 那这个第一个role 第二个column的这个element N下标A2 就是RA乘上R2 N下标B1 就是RB乘上R1 N下标B2 就是RB乘上R2 OK 所以这个metric是什么呢 这个metric 其实就是这一个metric 其实就是这个metric 就假设我们说 这个metric 就是这个metric的话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找一组 RA到RE 找一组RA到RE 找一组R1到R4 找一组R1到R4 把这两个metric相乘以后 跟这个metricX呢 它越接近越好 minimize 这两个metric相乘以后 跟这个metricX之间的 这个REConstruction的Arrow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刚才讲过 你就可以用SVD来解 那你可能说 SVD不是解完以后 有三个metric吗 中间还有Sigma 你就看你要把Sigma 并到左边 还是并到右边都可以 然后你就把这个metricX 拆成两个metric 然后它们可以minimize reconstructionArrow 然后就结束了 但有时候你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有一些information 是missing的 是你不知道这个information的 比如说ABC 你并不知道ABC手上 有没有小野寺的公寨 因为也有可能 就只是在它所在的那个地区 没有发行这个公寨而已 所以你不知道如果发行的话 它到底会不会mine 所以这边其实是问号 这个是问号 就假设这个table上 有一些问号的话 怎么办呢 这个table上有一些问号的话 你用刚才那个SVD的方法 就会有点卡 就会有点卡 你可能说我把这个值 都就当做是0 然后硬做一发 这样也可以啦 不过总觉得有些怪怪的 可以描述的更精确一点 那所以如果今天在这个matrix上面 有一些missing的value的话 怎么办呢 有一些missing的value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做的 我们就用gradient descent的方法 来做它 就我们写一个lost function 这个lost function 是这样子 我们要让RI RI指的是 每一个Otaku背后的latent factor RJ指的是 每一个动漫角色背后的latent factor 你要让I这个人 他的latent factor乘上J这个角色 他的latent factor 这个inner product 跟他购买的数量Nij 越接近越好 那重点是说 我今天在subvention over 这些element的时候 我可以避开这些missing的data 我们可以避开这些missing的data 我在subvention over这些ij的时候 如果今天这个值是没有的 我就不算它 我们只算这个值呢 是有定义的部分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接下来呢 你都把lost function写出来了 那你要找RI跟RJ 就用gradient descent就好了 用gradient descent 印算一发 然后就结束了 那所以根据刚才那个例子呢 我们就可以实际的 用gradient descent 来做一下 那我们假设 这个latent factor的数目 等于2 假设latent factor的数目等于2 每一个a到1 它们就都会对应到一个二维的vector 所以a的vector是这样 b是这样 c是这样 以此类推 每一个人都会对应到一个vector 每一个角色 它也都可以对应到一个vector 那我怕大家如果我只写这个字的话 有人会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所以这边特别也把编号列出来 这个是春日 这个是泡解 这个解释 这个是效微 那你就会找出说 每一个角色呢 也都得到一个vector 也都得到一个latent factor 这代表它的属性 代表它的属性 而这个每一个人的natent factor 就代表它蒙哪一种属性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在两个维度里面 比较大的维度调出来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a跟b是蒙同一组属性的 cde是蒙同一组属性的 1跟2它们有同样的属性 然后3跟4它们有同样的属性 你没有办法真的知道说 每一个属性分别代表的是什么 你不知道说这个维度是代表的是奥交还是天然呆 你不知道这个维度代表的是奥交还是天然呆 你需要先找出这些latent factor以后 再去分析它的结果 你就可以知道说 因为我们已经事先知道说 解释跟小微是有天然呆属性 所以第一个维度代表的就是天然呆的属性 而第二个维度代表的就是奥交的属性 接下来有这些data以后 你就可以预测你的missing value 你就可以预测问号的值 怎么预测问号的值呢 我们如果已经知道R3 我们已经知道RA 那我们知道说一个人会购买公仔的数量 其实是他背后的公仔 动漫角色背后的latent vector 跟那个人背后的latent vector 做inner father的结果 所以我们只要把R3跟RA做inner father 你就可以预测说 这个人会买多少的公仔 所以做完inner father以后的结果就是这样子 这告诉我们说这个C 如果说这个RC跟R3 他们的latent vector 其实是match的 所以C这个人如果他可以买的话 预期他会买2.2 他会有2.2个解释的公仔 所以你就可以推荐解释的公仔 也可以推荐他入坑 所以这种方法常用在这种推荐系统里面 大家可能都有听过Netflix的比赛 如果你今天把动漫角色换成电影 你把中间的数值换成Rating 就可以预测说某一个人会不会喜欢某一部电影等等 线上推荐系统现在很多都会使用这样子的技术 那其实刚才那个model可以做得更精致一点 我们刚才说A背后的latent vector乘上E背后的latent vector 得到的结果就是table上面的数值 但是事实上可能还有别的因素会操控它的数值 所以更精确的写法或许是 我们可以写成RA跟R1的Inner Quad 加上某一个跟A有关的scaler 再加上某一个跟E有关的scaler 其实才等于 这跟A有关的scalerBA指的是什么呢? 它代表的是说 这个A他有多喜欢买公仔 有的人他其实也不特别蒙那个角色 他就只是想要买公仔而已 所以这个BA代表他本身有多想要买公仔 那这个B1代表说 这个角色他本质上会有多想让人家购买 这件事情是跟属性无关的 就是大家本来就会想要购买这个角色 比如说最近梁公春日庆祝动画十周年 然后就出一些蓝光DVD什么的 所以大家就可能会比较想要买 梁公春日的功能 其实也不会了 所以就会有这个B1 所以你今天就改一下这个minimize的式子 就变成说把RI跟RJ的Inner Quad 加上BI再加上BJ 然后你会希望这个值跟NIJ越接近越好 你会希望说这两个Latent VectorInner Quad 加上这个代表I本身的Scalar 还有代表J本身的Scalar 要跟在Table上面看到的值 越接近越好 那这个怎么解呢? 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 你就用Gradient Design硬解一发就好了 那你也可以加Regularization 如果你觉得应该要Regularization的话 你也可以在RIRJ BIBJ上面加上Regularization 比如说你会希望说RIRJ是SPAS的 每个人他要嘛就是蒙傲娇 要嘛就是蒙天然 但不会有模糊的人 那你可能就会想要加上L1的Regularization 然后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以下是Metric Factorization经典的Paper 它讲的在Netflix上面是怎么做的 好那Metric Factorization 还有很多其他的应用 比如它可以用在Topic Analysis上面 那这个应该是大家做 等下11点多的时候助教会来讲一下作业式 作业式要做的是跟文字有关的 那里面你可能会需要用到Topic Analysis的技术 那如果是把刚才讲的Metric Factorization的方式 用在Topic Analysis上面的话呢 就叫做Latant Semantic Analysis 它的技术跟我们刚才讲的是一模一样的 而就只是换个名词而已 就只是把刚才的动漫人物通通换成文章 把刚才的人都换成词汇 那table里面的值呢 把人物换成文章 人都换成词汇 那table里面的值呢 就是Turn Frequency 就是说投资这个word 在Document 1里面出现五次 股票这个word 在Document 1里面出现四次 以此类亏 那有时候我们不只会用Turn Frequency 你会把这个Turn Frequency 再乘上一个Weight 代表说这个Turn本身呢 有多重要 如果你把一个Turn呢 乘上比较大的Weight的话 今天你在做Metri-Factualization的时候 那个Turn呢 它就会被比较考虑到 你就会比较想要 让那个Turn的Reconstruction Error 你就会比较想要 让那个Turn的Reconstruction Error 这个比较小 那这通常 那怎么evaluate一个Turns 那么重要呢 有很多方法 比如常用的呢 就是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这个我想等一下 注教会讲 或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自己Google一下 所谓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简单来讲就是 计算某一个词汇 在整个Corpus里面 有多少比例的Document 有涵盖这个词汇 假如某一个词汇 是每一个Document都有的 比如说的 每一个Document都有 那它的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就很小 就代表说 这个词汇的重要性 是低的 假如某个词汇 是只有某一篇Document有 那它的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就很大 代表这个词汇的重要性 是高的 那在这个Test里面 如果你今天 把Geometry做分解的话 你就会找到 每一个Document 背后的Laten Factor 你就会找到 每一个词汇 背后的Laten Factor 那这边这个Laten Factor 是什么呢 今天这个Test里面 你的Laten Factor 可能指的是 Topic 你可能指的是 这个主题 某一个Document 它背后要谈的主题 有多少部分 是跟财经有关的 有多少部分 是跟政治有关的 某一个词汇 它有多少部分 是跟财经有关的 它有多少部分 是跟政治有关的 比如说 可能 可能今天在这个例子里面 投资跟股票 是跟财经有关的 那 Document 1 跟Document 2 又都有比较多的 投资跟股票 这两个词汇 那Document 1 和Document 2 它就有比较高的可能性 它背后的Laten Factor 是偏向于财经的 那其实它比Analysis的方法 多如牛毛 雖然它们基本的精神 是差不多的 但是有很多 各种各样的变化 一个常见的是 Probabilistic Latent Semantic Analysis PLSA 另外一个是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的LDA 那这边就把 Referent Di 给大家参考 前面我们也有讲过 另外一个LDA 就是 在Machine Learning 里面有两个LDA 它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怎么回事 这边就是一些 Reference 给大家参考 其实呢 Dimension Reduction 这边还没有列 这边只列一些 跟PCA 比较像 比较有关系的 这个呢 Dimension Reduction 方法多如牛毛 比如像MDS MDS它特别的地方是 它不需要把每一个Data 都表示成Future Vector 它要知道的只有Future Vector 和Future Vector 之间的Distance 你只要有这个Distance 你就可以做Dimension Reduction 那一般教科书 举的例子都会举说 我现在有一堆程式 那你不知道怎么把程式 描述成一个Vector 但你知道程式 和程式之间的距离 你就只有 每一笔Data之间的距离 来就可以把它 画在一个二维的平面上 那其实MDS跟PCA 是有一些关系的 你如果用某些特定的Distance 来衡量两个Data Point之间的距离的话 你又做MDS 就等于是做PCA 所以其实PCA有一个特性是 它保留了原来在高维空间中的距离 如果两个点在高维空间中的距离是远的 在低维空间中它距离也是远的 以此 在高维空间中是接近的 在低维空间中也是接近的 那PCA有几率的版本 Probability PCA PCA有非线性的版本 叫Kernel PCA 另外一个东西叫CCA CCA是说 如果你有两种不同的Source 这个时候你会想要用CCA 比如说如果你做语音辨识 那你的两个Source 一个是声音讯号 另外一个是假设你今天其实是有萤幕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存型 你可以读他的存语 那你现在有声音讯号 有那个人嘴巴的image 那你把这两种不同的Source 都做Dimension Reduction 那这个呢 是CCA 还有另外一种东西叫ICA 它们名字听起来都很像 ICA比较常用在Source Separation上面 它做的事情是 就是原来在PCA里面 我们找出来的component是Orsoponal 那ICA里面 我们不见得要找 ICA说我们不见得要找Orsoponal的component 我们找Independent的component就好 那它用一套很复杂的方法来定义 什么叫做Independent的component 那还有呢 刚才有提到的LDA 它是Supervised的方式 那以上给大家参考 我们在这边休息10分钟 谢谢